第十一屆中心杯黑豹棋 全國高中棒球大賽是六強階段 傳統強校台中西院高中 對上新北崇毅高中 面對強勁對手 崇毅高中推出日期選手 身健一騎 掛帥先發 因為父母工作而來台念書 來到第六年的他 千兩局投球可圈可點 只挨了兩隻安達 沒有掉分 更送出兩次三陣 但西院高中也不著急 先發的江彥翰同樣有好表現 前三局的投球 製造對手出現兩次雙殺打 別掉任何分數 達線方面則保持耐心 在三局下找到突破口 兩出局滿累的情況下 第四棒鼓手呂晨彥 揮出反方向安達 一口氣送回兩名隊友 幫助球隊順利開張 接著還是一三雷有人局面 下一棒的一雷手蔡明佑 繼續強勾 補上右半邊平飛安達 再追加一分打點 也讓身健一騎投二點二局 便退場休息 總計這個半局 西雲高中敲出五隻安達 換回四分 搭配先發投手 江彥翰四點二局 零十分好投 及兩名牛棚合力守成 中場他們便以四比零 擊敗崇毅高中 晉級八強 接著看到台北的大理高中 對決台南海市 比賽戰況是相對焦灼 台南海市在二局下 率先展開攻勢 靠著保送根觸及推進 站上得點圈 第六棒二雷手林恩奇 把握機會抓第一球打 形成中右外野的落地安達 幫助球隊閒持得點 一比零領先 但四局上大力高中的反撲 很快就來 五人出局滿壘 同樣是第六棒二雷手的周翔力 擊出中足外野相當扎實的聲援飛球 形成帶有兩分打點的二雷安達 大力高中二比一反超比數 然而四局下台南海市 靠著兩隻安達 轟戰二三類 一类手蔡東風 補上中外野高飛希生達 雙方又回到二比二 平手僵局 緊張的局勢 在五局上出現轉變 大力高中熟明達者 外野手高晨熙 敲出關鍵的三類安達 讓下一棒隊長林一薇 有進帳打電的機會 而他也不負所托 回出右外野平飛安達 送回超前分 並帶動起團隊攻勢 在該局後續 跟七局上各再添得一分 加上林一薇 從四局下開始 卸下遊擊手身份 登板接替投球 繳出三連二局 無視分4K的優異表現 幫助大力高中中 中場就以無皮二 擊退台南海市 隊長林一薇 個人則包辦了 分場的滲投及勝利打點 未來推特台綜合報導